一般大家寻找装修师傅都会找自己认识的 或者是别人推荐的师傅 这时候就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消费者很难在市场上找到信誉和技术有保障的师傅 第二,师傅也会因为面对竞争的问题导致收费被消费者压低 而今天来到我们上海名人坊的这位嘉宾 他解决了行业所面对的这两个痛点 成为大马防水行业的领头企业 但在这之前,他经历过几次的大起大落 甚至欠下了数百万令吉的巨款 那他是如何扭转乾坤成为今天得以凝聚同行的企业的领头羊呢 你好,欢迎大家收看 张海人坊 在清贫家庭长大 经商生活经历过几次的大起大落 最后在贵人的引领下 祝根在屋顶和防水行业 Mr.Y希望能够帮助辛苦劳力的人们创造价值 秉持着造福天下的愿景 Mr.Y十几年来坚持使用顶级材料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同时舍得花重本吸引人才 为员工提供生活品质保障 大家好,我是佩佩 欢迎大家收看第十季的《商海名人坊》 那今天的访问呢 可以说是很兴奋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呢 要问我们这位嘉宾 我们一起来欢迎呢 做这个屋顶防漏水的专家 好,我们来欢迎Mr.Y十净 哈啰,Mr.Y,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是Mr.Y YHONG兄弟,Santhian Berhadder创办人 我们是专业于解决物丁和防水问题的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 你知道听到这个为什么这么兴奋吗 就有一点像见到救星的感觉 我在知道要跟你做访问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太好了 为什么像我们这种平民 就是呢 每次最怕的就是房子有事 对 什么漏水啦 什么水电的问题 很烦恼 怎么烦恼呢 给钱可以解决的还不是什么大问题 最怕的就是遇人不熟 所以今天遇到你呢 感觉到就是上天好像派你来打救我们的 还好,还好 大部分这个市场问题就是我们一致力要解决的 嗯 因为过去因为我父亲本身也是做建筑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痛点是 其实我们知道一样东西 东西是这样的 当你几个人去做一样东西的时候 那东西一定是极致的 如果做久 但是当你很多人去做很大的数量的时候 那个问题一定是糟糕的 嗯 所以你这样 因为我们发展到是这样买屋子 你一买就是买整个建筑 对 你整个花园你就是选选选 可是你眼睛能看得完的有多少件 比如说他们的问题是不断地呈现的 即使你买新的屋子都是在漏水的 所以我们才会去想办法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嗯 可是我知道Mr.Y你还没有在做这个 屋顶防漏水的这种工程的时候呢 你自己本身也是从这个建筑行业出生的 是因为我们我们小时候吧 就是父亲也是做这个行业 所以我们放老学之后 也处于好奇之下 嗯 所以我们也会去参与他的一些工作 这样慢慢慢慢我们就对整个建筑 基本上是很了解的 啊 起屋子啊 嗯 桶壁啊 桶壁啊 桶壁起这些咯 所以这样这样我 因为我们 我们 父亲跟海 跟海 跟孩子 如果在建筑业里里面 他最担心的就是他会千脚带万脚带一样的 不要爬上屋顶去 因为很危险 很危险 所以在我们怎样怎样做好整个刷车之后 屋顶就是我最好奇的 可是偏偏父亲有讲过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更好奇了 因为他旁边有很多师傅了嘛 这样父亲他时常会走出去外面 对不对 这样我们时常就会 去请教师傅咯 我就问他 诶 屋顶很难咯 其实他们就给我知道的东西就是 其实屋顶它是不难的 它是不难的 只是那个人的形态 因为当你在做屋顶那方面的时候 它很晒嘛 嗯 它非常晒 而且你站的地方 你也没有一个平地给你站 所以那个人的心 他心态就会讲 OK 我要坏 嗯 我做好 我就要回 那就是这个 这个问题导致基本上 屋顶都出问题 全都不会出问题 他即使现在不出问题 他总会哪一天 他会出问题 嗯 而且你再加上我们马来西亚有个concept的 做装修的好 做起新的屋子的好 给的保留一定是一年 嗯 这样你你你你你你长久下去 那些做工的人 他即使自己做了老板之后 他是不是会有样东西 反正就是包你一年吧 嗯 为什么做你这样买 而且一年里面也不会出事 通常一年后才出事 对 所以当我们慢慢去 去去去碰触这些东西的时候 尤其是当当我 已经在新加坡学习的时候 嗯 我们发现到一样东西 所有的材料 他都有他的叫做 SPEC 嗯 它的SPEC 像我们深入进去 去读它的SPEC的时候 其实所有材料 他是可以拉到最少 保留是省年 哦 可是就没有人要去做 这样这个动作 他们会讲 如果我给你保留10年 这样我赚什么钱 嗯 如果每个人就凭着这个 这个思想去做的话 哪里会有东西做得好 明白 所以慢慢慢慢 慢慢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在思考的 嗯 就是到底要 怎样可以做到 当你做大的时候 你人数大的时候 你同样可以控制 嗯 先有的话力 对 我想知道你有这个思维啊 是从你 踏入这个建筑行业开始 就有的思维就是说 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极致 即使团队做大了 也是可以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极致 还是你经历了 呃这个 很多的这种波折啦 挑战之后呢 你的一个 呃 醒悟呢 啊 这个 这个一开始肯定是 未必会有 这样的想法 嗯 这个是很肯定的 我也像很 很大多数人一样的 你 你出创一个企业 你的思想一定是 我要先赚钱 对 我一定要先赚钱 所以我我我曾经 如果有人有认识我的朋友一定知道的 我曾经在建筑业在 project 里面 我是做到蛮大的 嗯 蛮大 几百个人啦 包括 myself 换我看有四百多人 嗯 左右的 这样很简单的 非常成功耶 是那时候是蛮蛮大 我们讲 走路都会有风的 嗯 啊你知道吗 你一开会你声音都比别人大的 嗯 但是有一个很很难搞的问题 你 project 你是 based 别人的 engineering 给你的那个材料 还有就是 啊你的 mean coin 给你的价钱 我要这个价钱 你就做这个速度给我 嗯 我们只能跟着做 这样问题就来了 你你你你跟着这个价钱跑的时候 你很难去后面去分钱给你的人 嗯 所以为什么你在建筑业路啊 我们讲坐大来讲 你根本就是一直坐坐下 你后面全部是外了 为什么本地人就不要坐 第一你收不到钱 嗯 这个是很很大的一个问题 他他钱收不到也不是讲他为什么收不到 因为你做越做越没有 quality 这样市场就一定会想办法 先压你的钱 嗯 我先看有没有问题才给你 这样你一压下去 上压下 你最终就是输到完 我们也是在 过去经历几次这样倒下来倒下来 我们才明白 这一点是做不到 我们如果要 要 要 要解决掉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只能 设计 不不是 所有材料技术 都是由一个人掌控 也就是想客户要什么 我直接从厂家给你 嗯 就解决掉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掉那间公司 自己创办一间 这个叫 Wai Hong Brother Construction 那时候还是叫 Bboard GST 的时候 就两兄弟从重新开始做咯 那时候我才慢慢慢慢才做到 像现在的这个 整个企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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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人是这样 你 你不跌倒 你不跌倒一股所有 你根本你不懂 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输 真的是要思过 即使那个人做老板 像我们整天接触的企业这样 他们就很讲 我的员工很老 我留不到人 我的人一直走 我请外老更好 我请这些人都没有用 我讲这种东西就是 你还是在你那个圈子 你在你那个圈子 当你所有人声音跟你讲 这个是对的 请外老就对了 本地人养 幼稟了 是对的 是对的 你注意到整个市场 现在的项目 我们讲烂的 做老板的到时候都是外老了 做老板的都是外老 都是外老了 发展商直接对外老 然后就卖给人民 像你以前讲这句话的 我不要养本地人 我养外老 去了哪里 失败 所以我们有一个现象 可以看到在建筑行业里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人 第一种就是 以嘎和风光 以嘎和菜 我们时常看到的 怎么说 就是你现在赚很大钱 你赚很大钱的 后来你会在某些领域投资的失败 因为你的眼光根本看不到真正对的东西 你还是看到错的东西 你去投资 失败到完 我们讲另外一种就是 现在你是很辛苦 可是你后面 你是非常的成功 很伟大 我们这样 我有见过这样的建筑界的领袖 那你自己的见解是 这个当中他的奥妙是什么呢 为什么是 现在很多人看起来很疯狂 到最后的时候 可能他真的 这个刚好是倒转的 然后反正现在辛苦的人 他后面就有所获 那些我们做个比喻 我们拿某个行业 我们所熟悉的行业来做比喻 我们知不知道现在 我们讲以前的Taxi老 Taxi老 就我们讲大的坐Taxi的啦 他会买一个地 对不对 他会花很多钱去买很多Taxi 这样他会怎样做这个动作 他就讲 我租Taxi给你 我租Taxi给你 你每天要给我150块 你有没有生意 你要给我150块 这样这个老板他是暴利的 他现阶段他肯定是暴利的 因为对方生和死他都会给你150块 这个我们叫收他 一个过路费 对不对 一个高利息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有一个人 他可以只赚你少少的钱的时候 把大部分利益浪给坐热人的时候 你将会一无所有的 那个就是Crap 但我们讲整个生意模式 未来啦 就是谁可以制造一个平台 给辛苦的人 那个人就一定是成功的 因为所有人都不想你倒下 你现在如果你听到Crap 他要倒下的话 你怕还是不怕 你都怕 所以你现在没有什么想要用的 但是你要买东西的时候 你会 对不对 就好像现在我们在做的东西 是一样的 有些人会看到 好像讲 玩的很大 会不会很贵喔 那个是错觉 大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集合到人的堆 有这样多人也有这样子 你看我们大部分 一天啦 我们打来的电话 客户啦 有的人说 我们的电话大部分是来自网络 就是不是 我们80多年前是客户介绍客户 客户在推荐客户 这个动作 像他是对顾客的 看到没有 他是不是会给到最好的服务给顾客 这样顾客要的东西就拿到了 就是这样简单罢了 我们只要解决两个人的痛点罢了 客户跟做的人 明白 就是这两个点罢了 客户不了解做的人 做的人不了解客户 所以常常出现到矛盾 像我们讲做的人 你整天去做做做做做 你哪里还有时间去思考什么 什么服务啊 什么模式啊 什么未来 你人都累到半死了 你是不是要有个人去 帮他决定 像我们自己本身都经历过 为什么你还要 不去做一个动作 只是扶他一把 明白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在你们的行业是技术行业 对 就我们讲的这种熟工的这种行业 对 那很多人都想说 只要是用这种熟练工人 技术性的行业呢 他会有一个瓶颈 就是说 他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 你找不到人了 你现在呢就是 怎么说呢 现在的人都吃不了苦 所以我看到你的团队这么大 甚至下来会更大 那这个所谓的人手的这个问题 会不会造成你们行业里面 是最大的一个困扰呢 在我这间公司 是完全是没有这个问题 我打个比喻 我讲在JB JB 我才 我正式去营业的话 是三个月 才三个月 现在人数 从两个人变成一百个人 两个人变成一百个人 哇 完全是没有外劳的 而且我们真正最大的对手是新加坡 谁会受得了新加坡的引诱 明白吗 我们要去开的时候 我们也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新加坡 如果我们能解决JB 基本上我们就解决了全马 因为你打了赢JB 你就一定能打天下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试 去试这个挑战 明白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JB的这个个案 看起来是非常的成功的 像JB 因为我们前面就有之前HQ在吉隆坡了 所以他的业绩跟他的团队 他的模式他的服务 在大部分好像我们讲同行 一些客户 他们都对我们很认同的 那这一点就是我们叫做Branding 他的品牌已经达到一个点了 所以我们去开的时候 再下一个动作就是要 你要真正要做得到 把自己之前的落点 改掉 把油点掏过去 所以为什么你看啊 当你两个人来我们讲的 以前的速度就是讲 两个人 我要找两个对的人 你就讲很辛苦嘛 这行业对不对 当这两个人对的人来 他来的时候 他感觉到好的时候 他一定会再找两个 嗯 但那两个四个的时候 他们再做下去 就四个变八个 他速度是无限快的 那当中的secret是什么 当中的secret也是一样 你必须要分 懂得分权 分权 分权 分权力 分利益 然后你必须是那个老板 这样做老板的 你不能只是画饼 明白吗 我们时常讲 老板把饼画到很大 哇 他讲讲讲 其实你完全没有做到 这个是很不对 像我从来不跟我演工画饼 那不画饼要怎样 分饼 我们要学会先分饼 然后饼 你要越做越大 你才谈另一个更大的饼 像我有些员工 他是从第一份工就进来 读大学毕业 他就进来个公司 跟到我现在 很多年了 我看有七八年了 他完全是没有离开的 然后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你要把成绩做到两岸 那些我们讲 我现阶段 我们在2022年 这一年 我们讲 在9月的OOT report 我们的修饰量 做到两千万 这样 我们去跟团队讲 我明年我要去到五千万 如果你在你没有同频的团队里面 尤其像我们三百多个人 你不可能是一声令下 他全部直接战斗的 你必须让他看到到 你去年的业绩是多少 你前年的业绩是多少 你之前的业绩是多少 而我们是每年group 我们是怎样做到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讲过嘛 使命嘛 我们公司有个使命 就 也不知道是好听还是好笑的 要成就大部分辛苦的人 为他们创造最好的价值 然后愿景就是能招呼天下 就是我们能解决所有人的痛点 那种不停的问题 这样讲就容易 但是真正能分得到 给员工的有多少个 常常我们听到市场讲 一句话 二八定律 听过吗 其实这个二八定律 其实也是错的 我跟你们讲 但是我跟很多人讲 他们不接受 他们为什么会不接受 因为他们觉得二八我已经 二我已经是赚很少 可是你知道我公司是跑什么 我是跑九亿 我甚至我可以九五零五 我甚至可以一百八千给外 蛤 对啊 你为什么要拿 像我今天我这样穿到 这样美美是不是 坐在这里是 员工还在那边 用命帮你去做他应该吗 他不应该 无论什么行业 我跟你讲 你跑九亿你是赢金的 也是没有人敢拿你 你可以去看一下 目前市场做到最大的行业 他从前可能跑二八 他今天一定是九亿的 他一定是九亿的 你总要离场的 就是你能知道 我在 MCO前 我试过差不多三年 我没有去办公司 我没有去管 我完全是放手 我像个退休人 退休人 他的业绩还是每年够到 去七十多%上的 还是这样上的 因为我要测试一下 他到底没有了我一个 一个领导 到底这点工程 可以转到这样一样 我要知道 到底我做的对 还是不对 明白 多人就是 他们 像我们讲 做企业 做企业 他会来接触我 因为他 他想知道什么 他很想知道 怎样请一大班的团队 这个不是秘密 我去到哪里做企业 甚至有些企业家 他带整班人去我 那边找我 我问你 你到底要怎样带 因为很简单 那时候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 你甚至没有用过我服务的时候 你可能你看照片 你看到这么大堆人 这个应该是做很久 你只是一个概念 但是当你如果有一天 你有机会用到我服务的时候 你会突然间直接就打电话 为什么 又很简单 你无法想象 OK 开工到 三厂 整个多层 那个 做工的人 是完全没有偷懒的问题 哇 完全是服务到很到位 你完全没有见过这样的团队 你完全没有想象过 还可以做到有质量 而且我们讲 现在你 你讲的陆续在这里 嗯 然后突然间有一天 你发现漏水在前面的时候 你也是会打给我们 对不对 你更无法想象 收获的服务 它会在48小时内 有人立刻就到你家 甚至立刻就有人到你家 你会很奇怪 你就会 你就会以为 每次一队人是这样的时候 是吗 你没有想过 你以后其他产业 每一队人都是这样 嗯 所以为什么他们 他们企业家 他们会陆续续来问我 到底是这样做 所以有时候 我会跟他们讲 是要我讲 你不听话就不要给他吃咯 嗯 就是这样咯 你不爽就炒掉他 他就不敢了 其实那也是对 大部分我们讲 企业 企业 企业吧 人啦 我们讲人 做人的生意是很简单的 人字讲写 是不是这样写的 对 你一定是顶着的 嗯 你不可能是 是这样分开的嘛 你顶他 他不是帮你咯 就是这样简单罢了 你成就他 他就会成就别人嘛 我们讲 可是你说的这个 在你的创业过程当中 你说 对我每个人都知道说 你要成就别人 成就别人 成就别人就是等于成就自己 立他就是立己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当中真的就是 这么的完美 这么的美好吗 难道有些人是 你是成就他的 可是他不一定 接受你的这番好意 也不觉得你是在成就他 这样肯定会有这样的人 一定 这样你 你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有突然一个过程 你会怀疑自己 到底是对还是错 也算你过期的经历很重要 我时常问我 你真的是没有遇过一个被判的人 都是会有的 你不要讲没有 而且我们讲 这种被判的人 他是很容易看得到的 我们公司有个文化很奇怪的 也不是我 我要他们做的 他们每一天五点半就放工 回到办公室 就差不多是六点左右 他们可以在办公室 门口甚至里面谈话 谈到晚上九点多十点 不要回家 为什么 他们在商讨着明天要面对挑战 他们在商讨着现在他们遇到的 一些技术的问题要怎样突破 要怎样去做得更好 他们是每一天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很小的细节 当某些人他不是同频率的时候 他是不会放工后加入他们 所以这种呢 我们会尽快就把它挑出去 所以我们 因为你乱得快的时候 你要在某一个点看得到这样的东西 目前我们还在管理三百多个人 我是看到这个点的 你讲如果几千人的话 可能我会跑点急着了 而且也是有人会问我 你做这样大是不是有设定什么KPI 对 又没有了 很多公司最喜欢KPI 就我又没有设定什么KPI OK 所以他是自然形成的 你觉得这一股文化 他就会自然会形成的 因为我 自动自发的 因为过去我在新加坡 跟一些蛮大的公司 甚至有时候回来马来西亚 也跟一些发展商公司 有对接吧 就我看到他们失败的经历 我们讲一间公司 他会失败 他离不开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KPI 一个就是 这两点的 害死人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讲KPI 你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强大的团队的时候 你去设定KPI 你就帮他绑着绳子 他动不了的 其实是要让他自由发挥罢了 人来的罢了吗 你设定这样的东西是 我们讲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讲 什么 好的人会留 坏苹果会走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大部分世界上的名人 像李安 我认巴芬 像李嘉诚 他们也是以前人家放弃坏苹果来的账目 为什么他们今天这么成功 那是因为 你这个本身老板不是好的苹果 所以我们不需要帮他 成就他 第二个问题 我们讲Sep Cost 这个东西 我们常常听到一间公司 他面对面说 我要Sep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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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我的公司 即使我是赚很小部分的时候 我也能把所有的利润刮去Accept 让他们成长更快 我大部分分到完 我甚至可以把我自己本身的那一份工资 cancel 掉 直接成为投资者 因为你很简单 像我现在已经到这个规模的时候 我们讲修屋顶 修屋顶 你听过 可以做一年几千万 几个亿的没有 有可能 修啊 我不要讲卖 卖材料 有难度 有难度 对不对 可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你当你几百个亿的时候 你的4%是多少 你的2%是多少 像今天的99% 他为什么这么成功 全马来西亚的杂货店垄断 2% 他就是2% 他看得到市场有多大 你为什么要拿这样多 因为我们听到一些企业家 因为我市场见很多企业家 他会问我 我到底要怎样做 他怎样做 但我听得多的时候 我会把他们的弱点自己记着 把一些人的优点我也是自己记着 我看到东西就是 他不舍的 真的不舍的 真的不舍的 像我建公司我创的时候 我讲不懂有没有人相信 第一个一年两年三年 我自己的人工 我拿两千多 一个月 可是以前你做过很多 就是很有成就的 我以前是很大 可是我计算过来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数完了 我数完了 我计算一下我自己的话 我只需要一个两三千 我就够活下来 我就拿这个钱 可是我的员工是拿过万 就是两万三万 所以你要看得到 你那个点在哪里 到底你要做多大 所以这个是你经历结合了 你曾经开始帮人家打工 然后甚至自己创业 又被人家卷款 对啊 然后呢 就是还有什么 总之你的这个人生就是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 一直遇到你的贵人 在做这一个 对 屋顶防漏的这个行业 那你自己的一个总结就是说 你要做一个事业 很多时候你就是要舍得 对待你这个跟你打拼的人 你要舍得 对 你要舍得 那些 我们做project的时候 你这样大都好 你是被人利用的 那时候我们最出名的就是 有一个他们市场 我们讲在project市场 有一个传说的 他们讲 他们叫外修的 他们讲 哦 你这场工要快是吗 你找外修 那些我们讲 你从一楼到九楼 你本来限定你要在一月好 一个月里面好的 你这场工 你接了下来之后 你的工作 你还相差 一半才到九楼什么 你找到我三天 啊 为什么 我三天就把你工上去 工到上二十一楼 哦 因为我人多 哦 而且我 我运用人才方面 我真的是 因为我 你细才 啊 我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 可能我们深穷在我们生活在新春 但我小学的时候啊 我们讲小学就好 小学我们大家在读着书啊 玩捉鱼啊 玩这样那样的吧 对不对 其实 其实那时候我们新春是有样东西 做农业啊 就绑那个 倒角形啊 你知道吗 你中豆角你要绑绳子 对不对 所以一把绳子是不是很多的 你可以绑差不多一某地了 我忘了很久 嗯 那时候我记得那价钱是大概 7块吧 7块 14块啊 应该是 有没有想过 11 12岁 可以带着 二三十个人去 拿人家整个地来做 我就是这样 你给我14 我就给他13 哦 嗯 我虽然赚你一块 可是我 做完我的东西 我帮忙你 我交快你 这个就是我从小就看到的一个 你要会利用 从小你就懂很懂的资源分配 从小我就懂 懂带 带人 嗯 就是我们讲 我们学坏的时候吧 我们讲学坏那时候 十多岁嘛 十多岁是很容易学坏的 对不对 学坏都过百人 哇 学坏都过百人 学坏你都是过百人 嗯 这样你长久过 你长久下去就是 嗯 因为我本身啊 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 这种iPhone啊 就是那种 电视机 你看也是给妈妈打的嘛 那个年代对不对 这样唯一可以看到的是报纸 我们看报纸 然后看到书 就在有时候拿我亲戚朋友的书 我从小很喜欢看书 再结合我看书的经验 过去的经验 我就看到某些很成功的人啊 他们做的东西 是有一个 一个讯事了的 他给我们后人去学 只是我们后人把它 翻掉 嗯 是什么呢 嗯 嗯 你做什么东西都好 你必须是 要有个很伟大的梦想 去做的 不是想你 你 我觉得这个赚钱 我就做他 这个是不对的 我 我从书中 我看的名人 我们讲名人 摩哈曼 你知道吗 摩哈曼 某人的神 某人的神 他是讲建立到今天都这样成 他就是这样 伟大的 他很伟大 使命的 即使有宗教与宗教之间有争端 你看一看他过去的领军打仗 他是最成功的政治家 最成功的军事家 他可以跟他的信徒讲 你去那个走打 你打了之后 你们平分天下 我不要你们 他会不成功 看到吗 你杀完了他的男人 那女的怎么办 我给你们一人取四个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东西吗 这个其实 其实讲这个东西都蛮敏感 有点像宗教 但是他的那种 那种 带人 教人 他是很想说 明白 可以演化到现在 你的政治家都还在统领着你 所以这个也激发了你的思维 必须要远大 要伟大 你必须要是一种 你觉得做到这种是不对的 其实有人会讲 都是会有人讲你不对的 某些时候 我们做人哪里可能满足100% 明白 80%就好了 做自己认为对的 帮自己认为想当的人 是这样吗 明白 就好像你刚才问我那问题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对的 像我公司创办这样就来讲 我们曾经有走过两个人 一个就是本身是有犹豫症的 这个是没办法的 一个本身就是升级岁的时候吃那种药 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是这种 如果你正常是要直下它 没有这个问题 对 我想问说因为这个行业对很多的 我们讲消费者来讲呢 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要知道的 因为我相信呢 每一个你 你们派出去去装修 不是装修就是维修这个屋顶漏水问题的话 一般的人应该有无数个问题 一直在问一直在问 对不对 对 我想问的是 首先大家一定很关心 惨了 我的家漏水 通常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然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会不会是很贵的 那如果很贵的话我怎么办呢 我不是不担不起吗 这个也是一个蛮多人问的问题 这样曾经政府说 你们必须要公开价钱去做你们的生意 对吧 这样 像我们也很想 像很多大部分顾客 他也是不熟悉这行嘛 他就会跟他讲 拍张照片 哎我电话满色了 漏水 多少钱 因为他最 因为我们买 我们消费者是这样 我们买东西一定要知道 价钱吧 怎样贵还是便宜 都要看自己的价格 对不对 这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漏水问题 他可以是之前的错误 他可以是整个屋顶做错 明白 但他的水就在这个点出来 可是他整个屋顶的水 经过下面一个地方来到这里 有些问题是可以要整个屋顶重做 有些可能问题只是一个东西脱掉 做回去 那些可能找一个训练 才百多块 可是有些问题大到可以几万块 重建 重建也是你们的工作吗 对 也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不是 很多人说 你只会修屋顶 可是当他去看我们的 宝宝的时候他就说 你专业到了 他会起屋子 我们是有做建训和训练 但你起一间屋子 你认为你这个屋顶 你觉得别人设计到不安全 你可以来问我们 我们可以给你另一个建议 把它设计到更完美 因为我们本身是跟国外做屋顶的 也是有交流的 但我们会知道 虽然讲马来西亚 你没有非常强大的那种风 没有可能你讲没有下雪 可是你马来西亚有下冰炮 对不对 你讲没有强风 整颗大树吹 吹上来也是看过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朝着这种东西去设计 因为我们的理念就是要 10 years of warranty 明白 你要10年 一定要10年 而且我们每一间屋子有给合约 对啊 有给保证卡 然后有设计好它那间屋子用过什么材料 又有MASA ISO 所以我们设计到很完整 当顾客在很多年后来 我们是可以很清楚知道 这间屋子曾经用过什么材料 什么人去做 他在做过什么 当时候他是因为某个原因 而选这一部分 没有选这一部分 我们全部有记录的 哇太好了 太专业了 我们讲一个案子 很特别的 因为我们 太多人会介绍吧 就有一个顾客 他买一间屋子 他在PGA买一间屋子 他打个电话给我 他说 你们做的屋顶真的很专业 我的家是没有漏水 可是我刚刚买的这间屋子 我很怕的 我看到你们做的这样多 我觉得每一间屋顶会漏水 你可以过来帮我查询吗 这样我们不是安排的人去查询 他又给错地址 他又敢买 他给到隔壁的号码 我们去到那间屋子的时候 我们看隔壁之间 他在隔壁之间等我们 我们一看隔壁之间 是我们做的 我们就查询了这个数据 我们就说 这间屋子是没有漏水的 这间屋子是三年前是我们做的 它的保障还有两年的 你收好这个保障就好 他就问我们 这样两年后会漏水吗 我讲两年后 你只要不要去乱动它 你不要去讲S10 你不要讲龙卷风 你不要讲给雷打 然后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 那时候我们讲换去别的公司 他会讲 我终于可以跟他讲 有东西要做 其实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资料已经收到那边 这间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 而且前一个屋主 是很专业的工程师 哦 明白 所以你有玩的时候 就好像病人去看病 全部的资料都已经有了 对 这就像我们的行业 有人讲 你的行业好像有点像医生 像幼师的 就好像我们讲 现在我去问一个医生 我说 我肚子痛 多少钱啊 我跟你讲 你之所以 你会知道要查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肚子痛 肚子痛不一定是肚子的问题 对 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想过 屋顶漏水 它是有其他原因的 明白 因为市场也有很多 我们讲 骗人的伎俩 因为知道你们的落点 看到吗 你们的心理落点 他就会这样跟你讲的 一个位三百五咯 嗯 一个位三百五 我看过 最严重的 他是用十块钱的东西 他把一个位三百五 做到十个位三百三千五 然后那个位置 在一个星期后又落水 然后那点不回来 因为我们见得多嘛 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很 我们过去很坚持的就是讲 不要讲别人不好 不要讲别人不好 只是教别人讲看 明白 因为你很难去讲 讲给别人听 这个样子 不对不对 那你做很多仇 仇家 明白了解 对 有一些人 我们也有发现到 有些人他做屋顶的时候 真的是为了赚那一点点钱 他就可能他要去 改去其他行业 他只看眼前啦 对 他没有看长远啦 对不对 像有一些很严重的 我还看过 最好笑的 一个屋主的哥哥 他 他 他说 我哥哥家 以前被人家做了两万七 两万七的 很大封城做了 应该没有理由漏水 可是会漏水 这样我讲 我帮你看一下咯 这样 那个地方是在沙拉兰 我们在沙拉兰 过去咯 像我讲 我先到我在那边等咯 其实我去到那间屋子 我在外面这样看上去 我就已经知道 他是没有做过东西的 好嘞 我的天 他的屋子是原装的 我还没有带我打给他 你有给错我地址吗 他说 没有啊 是啊 两万七哦 我讲 两万七你至少给我看到一点东西吧 我讲 他都没有人他过上去 哎呦 原来那间屋子他哥哥在国外 他找别的公司去做 明白 他就交了首饰给他 他就跟他讲做好了 明白 我一进去一看 屋顶的下面吊着三十七个桶 哦 桶 煎的地方放不到 他放个冰糖 那个箱子进去 嗯 就叫做两万七 水满了嘛 所以滴出来 明白 有啊 是这样的问题啊 那我想说 就是 你们这么专业嘛 那就是这个行业呢 像你讲的 你的人手 这个人员 也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对 那除了在马来西亚 会拓展你的这个 事业版图以外呢 有没有想说 也从马来西亚呢 就是 搭变其他的国家呢 那有 这个就是我们 去走向资本的目的 嗯 因为我们如果要向外发展的话 我们要的资金是更大的 所以我们 我们在朝着这个目的了 我们第一个 要下去的是加拿大 因为我们加拿大有蛮多 啊 团队在那边 我朋友 好朋友啊 他们 也是在那边做蛮 做蛮 只是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模式 嗯 也没有一个好的品牌去做 也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去 build 所有的人聚在一起 嗯 然后另外就是中国 嗯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中国的员工的 可是中国不是很厉害吗 人家更专业不会吗 啊 又不是 哦 不是的 呃 屋顶啊 这个东西啊 我们有去看过整个 因为有网络嘛 嗯 我们可以看到清清楚楚 到底谁才是强的 哦 大的未必强 明白 了解 我跟你说大的未必强 因为他们是用快复制的方式 方式去做 嗯 就是上去涂一涂啊 这样就很快的 明白 但是你想要大做才做好 是没有 了解 所以我们有看到这种通点的 嗯 印尼啊 这种啊 泰国啊 都会陆陆续续去 陆陆续续去 我们会开发 会开发进去的 嗯 了解 因为 讲到完就是要 你要当天下嘛 也不是讲 我不是讲我的愿景是当马来西亚 是 天下 对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我们清了之后呢 都很心动啊 都想成为投资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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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年的年尾 我们可能会开这个动作的 不然我不能公开投资 上市 我不能公开融资 明白 因为我还不是上市公司 明白 所以目前我大部分的投资的钱 都来自我员工 我员工的家人 明白 甚至包括帮我们公司修电脑的 都投 都想要投 他们全部都投进去我们JB的商品啊 现在我们下一个就是JB 那我不能公开拿8宗的钱 了解 所以这个 这个要 要给点时间 我觉得投资这件事情呢 可以 稍后 大家可能留意一下呢 就是 Mr Y他们公司的一个动向 那更重要的就是呢 当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家良心的企业 然后呢 真的真心的为我们解决 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困扰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最大的福报也是一份这个 心存感恩 真的可以遇到对的人 做对的事情 然后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 人生短短几十年嘛 就觉得对的东西就是去做完了 是 你能就能 你不能至少我试过 明白 好 好 好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嗯 这样 我甚至觉得我自己目前 整个 工作 跟现在 都是蛮不错的 至少有很多人 来我这里之后 心态都改变了很多 了解 所以你是在造福他人的同时 对 也成就了自己 是 今天非常谢谢你 Mr Y 谢谢 希望有机会再跟你做访问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见 本节目非常感谢MoveOver有情赞助 作为马来西亚第一个经济实惠的室内设计线上平台 MoveOver自2018年成立以来 旨在创造三营战略 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保障消费者得到品质保证 预知更多详情可以浏览MoveOver官方网站 www.moveOver.com.my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